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晚安 晚安 感謝天上的真神 最近天氣比較冷 所以我們在身體保健上要更加注意 而且今年的天氣比去年還更冷 之前12月份還好 還沒有到這個冷的這個程度 那勢必我們接下來的過年 可能這幾都會更加寒冷 所以我們要保重身體 感謝神 那從今年開始 教會就開始推動每日讀經的一個工作 那也是對每一個弟兄姊妹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幫助 我們也可以看見傳道跟教會有很多的機會 透過各個經卷裡面來跟我們來講述 裡面要告訴我們的一些真理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從當中來學習 有些裡面的經卷有很好的道理 跟很好的學習 那在讀經上面 不曉得我們這樣今年度推動的 自己在讀經上面有什麼樣的進展 那小弟也藉著自己讀經的心得 來跟大家一起來學習跟互相勉勵 那我們今天來看約翰第三書 約翰三書 約翰三書的第一節到第十一節 我願你們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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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兄弟啊 我愿你们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 正如你按真理而行 我就胜喜乐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 亲爱的弟兄啊 凡你像做客旅的弟兄所行的 都是忠心的 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 你若配得过神 帮助他们往前行就好了 因他们是为主的名 出外对于外邦人义无所取 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 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 我曾略略地斜信给教会 但那在教会中 好为首的丢特非不接待我们 所以离我若去 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 就是他用恶言论我们 还不以此为主 他自己不接待弟兄 有人愿意接待 他也禁止 并且用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 亲爱的弟兄啊 不要效法恶 只要效法善 行善的属乎神 行恶的未曾见过神 阿们 这一段是约翰长老写信给该友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有提到 那这个是一个长辈对晚辈的一种关心 也是一种祝福 那也是写信给当地的教会 那这个祝福呢 是为了要让每一个人可以对于长辈所得到的 那这个祝福呢 也因着个人要努力 加上从神来的真理的熏陶 才能够得到 那也要从神来得到这个帮助 这个是我们第一节所看见的 这个祝福 所以在教会里面来讲 我们的长辈 也是会这样关心我们 那这长辈不是说是年纪长的 这个长辈是指的是 在真理里面 在心智里面 在教会里面 他常常亲近神 侍奉神 所以他对教会的有一种责任感 他希望可以得到这样的讯息的弟兄姐妹 也可以跟他当时一样 能够为主来见证 能够为主来工作 这个是一种长辈的心情 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二节讲到 身体要健壮 最近天气冷 一年又过一年 其实可以发现 身体好像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办法越来越年轻 但是在身体的健康上 是我们应该要做本分的 所以在身体上面 健康要怎么健康 我们常常就是要借着运动 来去让自己有更多的体力 能够有更好的身体 能够活在这世上 那这个是我们都会追求的事情 所以身体健康很重要 但是这边讲到 这个是一种本分 那其实在提摩泰前书第四章 有讲到 操练身体 其实益处还少 也就是说 让身体能够更健康 更健壮 其实反而没有像 进前来的更有帮助 因为身体能够健康健壮 那个只是一时的 他顶多能够帮助你 人生过得没有那么的多病痛 那可以活得长一点 那你说能够活到多长 顶多像圣经里面所说的 七十岁 八十岁 可能身体就差不多了 那感谢主 主耶稣再给我们更好的 时间身体 那可能会活到一百岁 那也顶多人生 在一百年当中 可能将要还是会离世 所以在身体健康来讲 也的确重要 但是在刚刚所读的 提摩泰前书四章有提到 操练身体 其实益处没有那么多 那唯独就是要操练进前 那进前呢 操练自己才能够在 凡事上都有益处 所以这边也提到的是 所以身体健壮 不是只有指的是 我们的外在身体的健康来讲 而是指的是在道理上 要纯真 要圣洁 要干净 就像是我们的 吃的东西一样 我们的身体 如果随便乱吃 其实身体是没有办法 得到很好的营养 每一天都吃炸的 每一天都不喝水 那其实我们的身体会 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营养 会渐渐的 失去掉 那这边讲到的是 要纯真跟健壮 所以在 也是在讲的是 在道理上面 在信仰里面 要能够 纯全跟无瑕疵 那这样子 你的身体才可以 真正的得到 健壮 就好像是灵魂一样 那灵魂也因着身体一样 能够兴盛起来 就是因为 这个有真理的道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去领受 真理的道 这个才可以帮助我们的灵魂 能够再增长起来 再兴盛起来 而不是那种 营养不良的那种状况 我们来看提多书的第一章 我们用那个红色的带子 稍微放在这个书卷里 那我们来翻提多书的第一章 一章的第十三节 在新约的三百零七面 十三节 这个见证是真的 所以你们要严严的责备他们 使他们在真道上存权无痴 这边讲到 在当时 有一个叫 格里底的这个人 那 这边有一个先知 他讲了很多谎话 并且呢 他是成为先知的人 他没有办法在 当时的地区里面 来造就神的信徒 反而用很多的谎话 很多世上的小学 甚至来败坏整个道理 所以这边特别提到 他要严严的责备这件事情 因为在道理上面 应该要存权 要没有瑕疵 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 所以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听到很好的道理 那也要借着领会人员的灵修 那也要借着弟兄姐妹 在道理上面的一种观念 所以在教会里面 为什么我们要推动读经的生活 那因为在读经的生活里面 你就会看见 原来每一件神所在 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 有很好的旨意跟安排 那你在道理上面就不会听错 你就不会被这个世界上面 有其他的道理来影响自己 这些观念来改变自己 因为这些事会影响到 我们的灵魂 能不能够跟身体一样健壮 能不能够跟身体一样能够兴盛 所以从身体上面的一种保养 就可以来看待说 我们在灵魂上面的一种长进 我们都知道天气冷了 要多穿点衣服 那遇到什么事情 要多补一些什么事 假设眼睛干涉了 要多吃一些鱼油 或维生素B或者是H、D 那这些事能够让 让自己在身体里面 得到更好的营养品 那在灵魂里面也是一样 更要从道理上面 得到扎根 要不然你没有办法去分别 分辨出这个先知所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先知 他常讲的是谎话 而且圣经讲是 恶受又禅又懒 所以也就是说 在道理上面 如果不认真的查考 那把神的道理曲解了 把这样的道理没有办法 让领受的人听见 那你的灵魂里面 你就没有办法 在真道上来成长 你就没有办法 引到神面前来 得到真正的生命 这个是金姐所提到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讲到说 人听了这个道理 常常会觉得又懒 又不想听 甚至会像这个先知一样 讲谎话 那是因为 人听了这个道理 不觉得它很重要 把这个道理当作是 一般 一般 世上所学的道 它跟生命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认为 这个道理 对他来讲 有多么重要 所以我们来看 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 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 四章的第三节 三节 因为时候要到 人必厌烦 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扬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 这边讲到了一件事 时候到了 人必厌烦 纯正的道理 什么时候到了 就是当你不认为 这个道理对你来说 非常重要的时候 你认为来教会听到 来教会祷告 自己在圣经前面读圣经 这件事情 对你来说 不是很重要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到了 当你的心 偏离了 神的话的时候 你认为这件事不重要 那你自然的 你会厌弃 这样的道理 因为你会发现 这些道理 跟你所行的 在你生活里面所做的 完全不一样 那既然不一样 你就会想说 这个道理 我为什么要去听 那这个道 我为什么要守 因为我守不住 守不住久了 你会认为说 无所谓 不是很重要 甚至会厌烦 所以我们也清楚知道 当教会里面 有好些软弱的弟兄姐妹 他们很难回到教会里面来的原因 其实大部分也都是因为 没有常常听到真理的道 没有常常按着神的话 来实行自己的生活里面 因为发现我要这样子做 我做不出来 就像保罗所说的 这个二要做很简单 但是行善的力量行不出来 为什么行不出来 因为没有主耶稣的话在我们的心中 没有常常来领受 这个领受代表是 你愿意接受之后 在生活里面来这样子的执行 刚刚讲到不要说谎 常常在生活里面会一些小事情 为了能够把事情更圆满的结束 所以杀了一点小谎 甚至不说真实的话 无所谓 没关系 让事情可以好好的过去就好了 但是实际上面 在道理上面来讲不能这样 因为你没有办法实行这个道 那你没有办法实行道之后 你的心就会彷徨 心就没有办法纯正 没办法单一的专注的 所以会厌烦这个道 耳朵会发痒 当耳朵发痒之后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 那什么叫做增添好些师父 你就是会想一些办法 想一些方式 能够让自己的心灵上面 的那个空洞弥补起来 就好像是说 在生活里面 我觉得好像没有神一样 好像感受不到 在神陪伴我在我的身边 很空虚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人会用很多的方法 能够来填补这个空虚 有的是用玩乐的方式 有的时候会跑去 跟同学跟朋友一样 去做很多 不符合我们身份上的事 去唱歌 去喝酒 去找一些乐子 让自己的心可以快乐一些 那其实这个就像是 去增添好些师父一样 去用自己的情欲 想办法的来填补这个心里面的空虚 那这个就是对真理的道 已经渐渐偏离了 耳朵发痒了 那这样子灵魂怎么兴盛 没有办法 身体怎么健康起来 其实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们应当要警戒 要小心 自己在追求道理上面 是不是也落到像这样子的地步 会不会是对神的道理 渐渐的厌烦了 对祷告跟神亲近的这个亲密度 渐渐没有了 那如果是这样子 我们应该要回归头来 让自己能够专一 纯真的来面对神 那面对神有一种方式 现在教会常常在讲的就是 要有读经跟祷告的生活 因为读经 是可以帮助你越明白神的旨意 越清楚知道 你要在这个世上 你要怎么做 那借着祷告 可以求求耶稣能够让我们有智慧 来更清楚 这些话语对我来说 是不是有益处 其实人生有很多很困难的事情 甚至你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 但是你可以发现 如果你有读经的话 这圣经里面 有很多神要给我们的智慧在里面 你都可以找到方法 只是我们有没有用心来读经而已 有没有用心把这个道理 放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我们来看真言的第21章 真言的第21章 二十一章的第二节 真言二十一章第二节 旧约的七百八十四面 二节 这件事就如同刚刚我们所说的 把好多的方式当作是师父 来填补自己在灵命上面的欠缺 你心里面的空虚 有的时候在生活里面真的会感受到 很多力不从心的事 在家庭里面也是这样 会发现到说自己是不是 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快乐 得到真正的喜乐 好像那个灵命渐渐的萎缩起来 我不论多么认真的在工作 多么在认真的来教会聚会 可是我的心里面 总是会有那么的空虚 总是这么的没有办法被满足 那是因为我们用自己的方式 来解决这些问题 用自己的方法 来让自己的心 能够顺从自己的情欲 那其实这样子呢 就如同这个经纪所讲 自己认为眼中看为正的是 我的心里面真是愁苦 很空虚 好 没关系 那我就多找朋友 多多出去玩 跟朋友一举相聚 有笑声 很快乐 真的是快乐 可是那个快乐跟喜乐 只是短暂的 那不会长久的 但是反过来 你在教会里面 你领受了一个 一个很好的道理 那这个道理呢 能够帮助你在生活里面 能够行得起来 就好像是我们常常说 我们要多传福音 给我们的同事 朋友 那我们都想说 我要怎么传 我自己的行为 没有办法来荣耀神 我要怎么传 所以我们就调整脚步 让别人能够在 在我们的沟通里面 能够常常讲出生命的话 能够来讲出造就 他的好话 那如果他得到了 这个好话之后 其实我们也会 因此得到喜乐 这个喜乐 跟我们在所追求 这个世上的喜乐 是不一样的 是完全分别的 所以只有神能够衡量 人的心 你去追求这件事 能够改变自己空虚的 用这些方法来改变 其实是你认为是好的 但是神呢 是看人内心的神 他知道你的愁苦 神也知道我们的烦恼 所以当我们能够将自己 所遇到的问题 能够完完全全的在神面前 能够很洁白的 很纯净 很单纯的 来向神来告诉 能够专心的 借着道理里面 来改变 来改变自己所做的行为 来改变自己 在道理上面的一种认知 这个时候才可以真正的 让自己在灵魂跟身体一样得到心胜 这个是一样的事情 那我们再翻回来约翰三书 第二节下半段讲到凡事兴胜 凡事兴胜是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想要 得到的一件福气 因为这个所有事情 能够顺利跟平安 是对人来讲是 很大的帮助 那每个人都想要得到 那这边讲到 神的道 神的道来教导我们 是按着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应当要常常的来 向神来祷告 那常常向神祷告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说 什么是凡事兴胜 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 很常去忽略掉 对神的一种专一的信心 常常把自己跟世界放在一起 那常常在世界上面都会追求说 我要认真工作 那这些事能够平安就好 那实际上面 其实圣经里面有说 要先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其实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 也就是在讲 你要先尊重神 先顺从神真理的道理的教导 那按着道理的教导之后 去顺服神的话 那你自然在生活上面 你就不会有欠缺 你就不会有烦恼 那你为什么在生活里面会有烦恼 跟好像没有得到 是因为你的心 你的重心是放在这个世界上 主耶稣也常讲 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 那我们如果常常在追求这个世界 我们的心就在这个世界上 你没有办法去专一的来拜神 那自然的 你就没有办法在凡事上兴盛 因为神是全能的神 我们要把握住这样子的应许 对神的认知 如果只是病痛才需要神 那这个神其实没有很重要 因为我生病了 我需要我才来找神 我在平安的时候 我在顺境的时候 这个神好像对我来说 不是那么重要 我也就不需要去追求这样的信仰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 这样没有办法凡事兴盛 没有办法所说的 以神的国 神的义为主 而是要让自己能够专心的来 对于神的道是追求的 对于神的信仰是追求的 因为这个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道理 因为将来能够复活升天的是那个永生 这个世界上面的一切 这个世界上面的一切没有办法让我们带走 没有办法从这个世界能够得到一点好处 这个好处也顶多在你人生里面 五十年一百年 将来还是要到主耶稣那里去 所以凡事顺利是每个人都想要得到的 但是为了要得到这个凡事顺利 应该要常常的来向神来祷告 来求神能够让我们知道 在祷告里面有什么事 是值得我们要所追求的 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一章 罗马书的第一章 第十节 在新约的两百零九面 一章十节 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 或者造神的旨意 终能得平坦的道路 往你们那里去 这里是保罗 这里写信 很想要过去那里去看看 弟兄姐妹的情况 他想要过去去了解 弟兄姐妹的一些状况 想要了解教会的情况 那在这边讲到 他常常希望要这样子做 所以在祷告里面 来求神能够让 能够这个事情能够实现 但神的旨意是能够 平坦的道路 也就是说我们在祷告里面 有的时候我们所追求的 会是自己所想要的 想要让自己的生活 或者是让自己的家庭 能够过得更好 所以你会一直在祷告上面 求主耶稣能够 实现我心中所想要的 那其实神会在我们 在祷告当中会安排 安排是用他的旨意 来成全我们所求的事 这个是先求神国神义的 一种观念 我们就好像是说 我们身体生病了 希望能够得到更好的医治 能够身体健康 这个是生病的当下 我们会想要得到的 但是实际上面 有的时候我们的生病 是为了能够让我们 跟神有更亲密的连结 也或许是 在借着这个生病当中 能够去体会 神要给我们 在生活上面的一些旨意 也或许是 你在你的生命里面 得罪了神 所以得到了这个病 所以我们要用很多的祷告 来求问神的旨意 主啊 我为什么遇到这些事 神啊 我为什么会遭遇到生病 遭遇到这样的患难 是不是当中有 神的旨意在里面 就好像是传道书所讲的 神在祸患跟平安的时候 是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是一起的 你没有办法去分别说 什么时候平安 什么时候患难 是为什么这样子 有这样的缘故 其实都是神所安排好的 但是神所安排的这件事 绝对是平坦的道路 这个平坦的道路不是说 你生病得医治 就是平坦的道路 也不是说你得到 你心里面所得到的 就是平坦的道路 而是神要借着这件事情里面 让你能够经历 能够越来越亲近神 能够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 那这样子才是 走进平坦的道路 还记得小弟 在之前生了一场大病 其实到现在 医生好像也没有特别讲到 我生了什么病 那在那个生病的那一段期间 常常在床上自己祷告 就来问神说 我为什么生了这个病 是不是因为我在生活里面 遇到了 做了一些违背神的事 还是说在哪个当下 神在处罚我 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所以在很多次的病痛里面 有的时候病会复发 身体会不舒服 会呕吐 会痛 好像肚子 那个背整个很痛 没办法睡觉 那个时候就一直在祷告 求神能够怜悯 所以在那样的祷告的时候 一直在问神说 我为什么得了这个病 为什么生了这个病 那还记得在那一天生命当中 刚好遇到长庚的布道会 在那一次 我真的没有办法下床 一般可能做个轮椅 就到那个布道会前面 听道理 那个时候我就跟我的母亲讲 我说我没办法下床 我真的没有力走下去 所以需要用床到 那个布道会的那个会场去 所以在那个当下的时候 其实发现自己真的 很多的欠缺 因为生病 然后又在这个医院里面 也不晓得神要给我什么 那我还记得那一次晚上 传道人讲的一篇道理 他讲的那一篇道理 是有一个犯血漏的女人 他为了要得到这个恩典 所以他不顾自己 是因为有血漏这件事 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来讲 犯血漏的就是罪 女人如果有这件事 也就是因为你做错了 对神的事情 他就是罪 一般的人的认知就是罪 而且得了这个病的人 不可以亲近 就好像大麻疯一样 你是被孤立的 你不可以亲近 但是这个女人 她不管 她为了要得到这个医治 为了要得到神的帮助 她不管自己的状况怎么样 就混在人群中 她不是到主耶稣面前说 主啊你医治我没有 她是心里面是希望 很期待 很盼望能够得到改变 所以在很多人 跟着耶稣走的那个当下 她去摸了主耶稣的那个衣裳 那主耶稣 她一摸那个衣裳之后 主耶稣就知道 因为主耶稣感受到 有能力从她的身体里面出去了 所以她一出去之后 她也知道是有人 这个女人摸了她 可是主耶稣 她怎么来跟当时的人来讲 主耶稣一转头 她也没有问说 是你摸了我 没有 她说谁摸了我 其实在等那个女人 承认是我需要耶稣 所以当下 我听了这个道理之后 我就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如果我们心里面想要神 想要耶稣改变 不论是生活 或者是家庭 你的心要急迫的需要神 因为神是全能的神 祂不会骗人的 祂的能力超过你所想的 这个才是我们所拜的神 所以我们对神的那种信 信心的程度 是要这样子有的 那也要借着神给我们的信心 所以在那次的祷告 小弟得到很大的安慰 因为全身火热 好像有热流浇灌 在那次祷告很感动 那也很感谢神 所以在那次的祷告之后 渐渐的身体就康复起来 那在这件事上 我得到的一种把握的就是 要对神的全能 有一种很清楚的知道 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非常软弱的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 根本没有办法站立得住 可是当我们的生命里面 需要神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病痛 或者是遇到人生很多 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更要去急迫来 向神来祷告 来向神来悔改 求神能够让我们得到 真正要我们所做的事 这样子能够才明白 神要让我们所走的是平坦的道路 是要怎么走 才可以凡事兴盛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20章 《出埃及记》的第20章 《出埃及记》第9节第10节 在旧约的92面 这边讲到的是安息日的一种得福的观念 我们刚才所念到凡事兴盛 这边也提到的是一种 所有事情能够得到平安 得到恩典的一种方式 这个方式就是在安息日的时候 要谨守 而且是要在六日要劳碌所做的功 也就是说我们在进入安息日之前 如果我们有上班的 要认真上班 也就是一到五 还有礼拜天 要认真做你的功 做你手上的功 可是到了安息日的时候 你要休息 因为这个是得福的开始 得福不是只有在安息日休息就得福 而是也要六日殷勤做工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本分 还记得小弟在之前的工作 我以前很不看重安息日 非常不看重 甚至在安息日常常用一些明目来加班 其实可以来聚会 可是我常常这样子做 在那段时间里面 我的心里面其实是很空虚的 因为我在追求能够更好的生活 能够得到更好的钱财 在公司里面 因为你常常加班 别人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很认真的 所以你很有可能被看见而看重 所以我一直在投入这样子的生活里面 在忙碌 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 其实我失去掉很多恩典的时机 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得到很好的休息 我也没有办法得到很好属灵的造就 安息日是我们对肉体上面是一种放松以外 在神的日子里面 享受平安的日 也是一种得福 不要说很平常 这个很重要 就是因为它非常重要 圣经才写出来 如果它不重要 神就不用讲了 而且当我们越看重安息日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会更多的福气 不是只有在身体健康而已 在灵性上面也会增长 这是相对的 而且将来还会有得救的盼望 为什么叫安息日 你要先学会安息 而且要把这个安息能够学会 在世上能够面对世界的一件事情要放下 因为那个不重要 这样子你才可以洗掉你世上的劳苦 将来你面对死亡的时候 面对审判的时候 你才会认为 这些世上的事情对我来说 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要进到天国 那个永生的盼望 这个安息日是要学的 当然我们在安息日里面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来持守住 没有办法得福 就如同第十节讲到的 这一切儿女 仆悲和牲畜都会增长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够在教会里面长大 是要我们常常来守安息日 这有相当大的关系 就好像是你的孩子 常常看见我们在六日 礼拜六要上班 要工作 但是孩子会问 不是安息日吗 为什么要工作 没办法 要赶工 因为没办法的事 你帮我聚会 那孩子他也知道 所以安息日不是这么重要 那你在世界上面你会认为 在安息日不重要 那你孩子没有办法从你的身上 看见安息日的可贵 小弟后来改变了 希望能够脱离在工作的那种权势 所以换了工作 为了能够要聚会 所以我换工作 这个也是一种对神的一种看重 那你对神看重之后 神会在你的生活里面 安排平坦的道路 你看重神 神就会看重你的生活 这个就是先求神国神义的 很重要的观念 你看重了神的道理 你看重了神的教会 你看重了你信仰上面的一种成长 看重自己信仰灵里面的一种 长大 那你这样子凡事就能够兴盛 灵魂也会跟着兴盛起来 一样 所以这个是 我们应当要去尊重的一件事情 也可以帮助我们在凡事上能够兴盛 那我们再翻回来 约翰三书的第四节 我们看第四节 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 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这边指的儿女是指的是教会的信徒 就好像是老约翰写信 写给该友一样 因为他看待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 就好像是自己的小孩一样 那自己的小孩如果能够按着真理而行 对这个做爸爸的约翰来讲 他就喜乐就更大了 那其实也是对神来讲也是一样 神把我们看作是他的孩子 如果我们按着真理所行 这个天父 爸爸是非常喜乐的 也因为你的喜乐 就凡事就会亨通 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得到更大的喜乐 那在家庭里面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 能够常常亲近神 甚至能够希望他们能够把握住 原来神是这么重要的 他们能够把握住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不用担心了 因为你可以清楚知道 因为追求神 追求永生 这件事情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的孩子却已经把握住了 当然做父母的 知道孩子愿意来追求主的时候 他的喜乐是更大的 这个喜乐是没有办法在世上所买到的 这个开心 这样子的那种感受 世界上的事是没有办法比的 追求神的这种喜乐 是没有办法去言喻的这件事 尤其是有做父母亲的来讲 知道我们的孩子 如果能够来爱主 能够来尊重神 甚至在道理里面又长大 其实做父母的是更大的喜乐 我们看约书亚记的第一章 约书亚记的第一章 一章的第七节第八节 在旧约的263面 第七节第八节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 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八节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奏业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这个是神借着摩西来勉励约书亚 他要所承接约书亚的工作 那在承接这工作当中 神借着摩西的口 讲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能够带领以色列百姓 带领这些事情当中 凡事顺利跟亨通 很重要的事是要 不可以偏离神的道 那你要如何能够不偏离神的道 这个很重要 怎么能够不偏离神的道 就是要奏业思想 所以在生活里面 我们要常常来读圣经 要有自己读经的习惯 还有祷告的生活 这样子你才可以常常在 不论早上工作 晚上睡觉 你都可以昼夜思想神的话 那你的孩子 如果能够昼夜思想神的话 你也就不用担心啊 你就不用担心说 他今天去外地读书 外地工作 他会不会信仰失落 你不用担心 因为你从前就教导他 昼夜思想神的话 这个是一种 凡事顺利的一种 一种得福的方式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秘诀 神的恩典呢 是要能够让自己 不偏左不偏右 能够来专心的来追求主 这是一个得福的一种方式 那在第七节有讲到 大大刚强要壮胆 而且能要遵守神的话 那也就是在讲的是 今天无论在做任何一件事情 要先尊重神 尊重属灵的生命 尊重这个道理的话语 因为你尊重神 这个就是价值观的开始 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会有优先顺序 对不对 工作很重要 朋友师范重要 读经也很重要 赚钱也很重要 这些都是有顺序的 但是当你把真理的道理 放在心中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个是跟我们生命里面 信仰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的尊重神的时候 你的价值观就会开始 以主为松心 以神的话为主要 你面对患难的时候 你面对一些不如意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是主耶稣神给我的操练 这个是神给我的功课 你就不会在病痛当中 一直哀怨说 我为什么会遇到这件事 为什么我的工作这么不顺利 为什么我的家庭这么混乱 你一直在沉浸这里面 因为你没有属灵的智慧 看出这件事情 没有把自己的生命 跟主耶稣相交 没有在光中跟主耶稣 所以当你的价值观 能够有优先顺序的时候 神就会让你在凡事上 很同 我们再看回来 约翰一书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的第一章 第六节 第七节 一书的六节七节 在新约的三百四十五面 第六节 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 却人在黑暗里 就是说谎话 不行真理了 七节 我们若在光中行 如同神在光云中 就彼此相交 他儿子耶稣的血 也洗尽了我们一切的罪 我这边讲到的是 如果我们讲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人 可是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信心 没有行出这样真理的事 其实就是说谎的 你说你信耶稣 对神来讲 你没有行出这样的事 其实是枉然的 但是如果我们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就应当要在光中与属相交 因为神就是光 这个光能够让我们看见 看到我们的问题 就如同刚刚所说 你遇到病痛 你遇到患难 你遇到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事情的时候 这个光会引导我们找到正确的路 那这个光要怎么去得到这个引导 就是要跟神常常相交 因为神就是光 那光就是神的话 就是神的道 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来读经 常常的来对神的话要喜欢 昼夜要去思想神的话 不偏左也不偏右 那这样子 你在你的所有的观念 会被神的话来塑造 不论是在金钱观 在婚姻里面的观念 甚至在钱财里面的运用的观念 或者是你人生要走的方向 你对生命价值的观念 都是用神的话来塑造的时候 那你就会知道 原来我们的生命是要行在光中 因为将来有得救的盼望 那你的灵命就会更加增长 你就不会害怕死亡了 你不会怕死 因为你知道将来有 我要去找耶稣 有天国 那么好 保罗他被领去提到第三层天 因为他看到很美好的 这个神所创造的天国 所以当他在醒来的时候 他就看见原来这个世界上面 都不如天国那么好 所以把世界上所看的一件事情 都视为奋陀 没有那么重要了 因为我好想要去天国 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因为我还没有把这个真理的道理 告诉弟兄姐妹 还没有把这个神的话 能够让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知道 所以他情愿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但是他更想要与主来相交 能够进到永生去 所以这个是一个得福的一种恩典 如果想要凡事兴盛 就是要把所有的观念 都要用神的话来塑造 用神的话当作是你人生的准则跟方向 你自然就不会偏左偏右 你也不会想说 事实上要多赚多少钱 要多少快乐才可以满足 因为神都已经安排好了 神都帮你的生活给照顾好了 你都不用再担心了 我们都知道约瑟被卖到埃及地区 约瑟他被卖到埃及地区 其实他也没有办法逃避 因为他被他的哥哥卖去 他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人的脚步是神所定的 即使约瑟他被卖到埃及地区 走到这一步去 神还是与他同在 神没有离开约瑟 所以他还是在那个时候当中 去谨守这个道理 就算是那个波提法的太太 去引诱他 他也不犯罪 下到监狱里面去 他也不怨言 他甚至还帮忙别人解梦 这个是约瑟他所遇到的事情 可是神却在他的生命里面 与他常常同在 是因为他很看重神的话 他谨守神的话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得这个恩典 让自己的身体健壮 跟灵魂一样要健壮 就是要谨守神的话 要尊重神的主权 要把神的话当作是你的生命的标杆 才可以向着这个标杆去跑 去得到这个将来最好的奖赏 所以我们应当要来看重自己 在属灵上面的生命 而不是只有在生活里面而已 那我们最后来看路加福音的第24章 路加福音的第24章 24章的第13节 这边讲到了有两个门徒 因为这两个门徒 因为主耶稣离世 被钉十字架 都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所以他们就很信心软弱的 就离开耶路撒冷 往伊玛五斯的地方去 他们正在边谈论在讲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出现 然后就跟他们讲话 第15节 15节正谈论相问的时候 耶稣亲自究竟他们和他们同行 16节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不认识他 17节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就站住 脸上带着愁容 18节 两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 你在耶路撒冷做客 还不知道这几天 在那里出了什么事吗 我们就以下省略 出了什么事 出了耶稣死了 门徒因为得知耶稣死了之后 就脸上带着愁容 信心软弱 因为老师不在了 我的生活该要做什么 好像很迷茫 不知道要做什么 我们来看到第25节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26节 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27节 于是从摩西和众仙之起 凡心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明白了 28节 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 耶稣好像要往前行 29节 他们却强留他说 时候已晚了 日头已经平息了 请你同我们住下吧 耶稣就进去 要与他们同住下 30节 到了作息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注谢了 剥开 递给他们 31节 他们的明亮 他们眼睛明亮了 这才认出他来 忽然耶稣不见了 32节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 和他 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 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 岂不是火热的吗 33节 他们就立刻起身 回耶路撒冷去 正遇见 11个使徒 和他们的同仁 聚集在一处 阿们 我们就先到这里 这两个门徒 就遇到 这一个 这个人 这个人就一直在讲 神的话 就讲说 耶稣死了 就是因为要应验 要应验 将来那个弥赛亚 而且要得救 要得到这个恩典 那这样子讲 这两个门徒 就觉得很好奇 就想要听更多 到了要进村的时候 又希望强留他下来 那主耶稣就跟他们一起下来 在晚上的时候 一样就剥饼注谢 但当这样子的时候 主耶稣就不见了 门徒就想起 原来这个是主耶稣 那门徒想起主耶稣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心灵火热 心中火热 所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我们要想起主耶稣 怎么样想起 圣经的话 这边主耶稣就讲 跟他们讲了很多 圣经的话 因为这些圣经的话 是我们心灵上面的滋润 是我们生命里面那种欠缺 是灵魂那种 很满足的那种食物 所以我们要当软弱的时候 要常常听到道理 要常常向神祷告 这个时候你的心 才会喜乐 才会火热起来 你看当这两个门徒 听了主耶稣讲了这个话之后 心里就火热起来 这个就是真理的道 一般世界的道理 没有办法心里火热起来 没有办法 只有主所传的道 因为这个是生命之道 听了之后 心中就火热起来 火热起来之后 就赶快跑回去 跑去耶路撒冷去 因为主耶稣有跟他们讲 要在耶路撒冷做什么 等候那个应许的圣灵 他们才想起来 我要回去 因为我要等到那个圣灵来 求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在道理上面 要跟他长进 就是要借着读经的生活 教会所安排的读经这个生活 不是丢出来给大家做而已 那个是对你的生命上面 有很大的造就跟帮助 不论是你的家庭 你的孩子 你的信仰上 甚至你的人生的那种道路 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因为神是我们的力量 神是可以赏赐我们 改变我们生命的主 求主耶稣能够让我们 借着神的话 神的旨意 也能够让我们能够反思顺利 正如同灵魂兴盛一样 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唱诗